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据一方 摆出阵仗挥舞标语并互相指责叫嚣 反堕胎人士得意洋洋大喊 罗素伟的案要废了 支持堕胎群众则轮流高声咒骂大法官阿丽托 据说意见书草稿是由他撰写 并高呼我的身体我做主 他们还呼吁民主党领袖做点什么 少数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 防止抗议者跨过围栏闯入法院大楼 拜登总统今天表示他不清楚最高法院有关推翻线 法堕胎权的意见草案是否是真的或是已经定案 但他的政府准备在裁决发布时保护堕胎权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相信女性的选择权为基本权利 他补充说1973年让堕胎合法化的罗素伟的案裁决 如果被推翻 民选官员有必要保护女性的选择权 选民应在11月的其中选举时投票给支持堕胎权利的候选人 他还表示在德州通过限制堕胎法律后 他就指示性别政策委员会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 准备因应最高法院的各种可能结果 并在裁决发布时做好准备 美国和西方官员认为 俄罗斯总统普廷可能会在5月9日对乌克兰正式宣战 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1945年打败德国纳粹的顺利日 西方官员认为普廷会利用这一天的象征意义 来宣布俄军在乌克兰取得的军事成就 或是对乌克兰行动的重大升级 也可能两者兼备 西方官员已经开始关注普廷是否会在胜利日这一天 正式对乌克兰宣战 至今为止俄罗斯官员一直坚称 这一场冲突只是一场以去纳粹化为目标的特殊军事行动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认为 普廷会尝试摆脱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定调这是一场与纳粹的战争 以便派出更多的军队 欧盟正式对苹果公司提出新一项反垄断控诉 指控苹果滥用在流动支付市场的主导地位 排除竞争对手开发流动支付解决方案 苹果可能因此面临巨额罚款 欧盟的主要调查对象是Apple Pay 苹果支付 以及苹果的进场通信晶片 苹果发表声明强调着重用户安全 为使用者提供简单安全的方式进行数码支付 也使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可以为顾客提供非接触式的支付服务 不过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不认同苹果的说法 直到目前为止 调查未发现任何证据表示向竞争对手 开放流动支付的关键技术 存在有如苹果所称的高安全风险 苹果不能以安全为借口合理化自身做法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